Hello 大家好,我是微信委一定很增加意密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貸款 OK,貸款這個主題呢 其實我們有一集的youtube video 有完整的講了很多貸款的事情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但是今天就簡單的跟大家講 如果有客人跟我們說他想要買房的話 我們基本上會跟他go over的幾個貸款的重點 第一個是我們會需要知道他大概要放多少的當payment 第二個我們會需要知道他的身份 為什麼要知道他的身份 是因為在美國呢 就是外國人貸款其實是比較會的 對,就是說他的當payment要比較多 可能需要40%到50%的當payment 然後呢,就是如果是留學生身份的話 可能還很多是不介的 就變成你需要去做那種不查收入的貸款 就是利率比較貴 所以呢,身份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客人本身的condition 那客人的condition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很想要知道客戶的隱私嘛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希望客戶可以直接去跟loan office聊他的情況 因為在很多時候有一些人他是底薪加bonus 可是bonus很多 或者是有些人底薪很高 bonus比較少 所以如果說同樣是賺15萬美金一年 我們可能不知道他的這個比例是什麼 就沒有辦法告訴他說他可能要找大銀行還是小銀行 會比較對他有利 還有另外就是如果我們不知道他的預算的話 我們可能也沒辦法知道 因為為什麼你要問預算 但是因為如果你是需要借到jumbo loan 也就是超過67萬以上的貸款的話 你的金額就是比較大的 你就會需要選擇比較大的銀行 會給你比較好的利率 因為小銀行他們的資源相對比較少嘛 但是小銀行在你的loan的金額是小的時候 譬如說是可能50萬以下 那他們可能就可以給你比較好的利率 因為他們就很想爭取這些小型的loan嘛 對他們來講他們也是比較可以掌握 但jumbo loan的壞處是jumbo loan 他對於客戶的這個收入是要求是比較高的 然後reserve也要求比較高 另外我們還會問客人一點 就是你有沒有從國外進來的錢 因為從國外進來的錢呢 有一些需要60天的seasoning 什麼是seasoning呢 就是說今天他怕你這個錢是犯罪所得 或是洗錢 所以呢他會希望你把這個錢放在你的帳戶裡面 60天表示你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這筆錢是乾淨的 我們才可以使用它 才可以讓你貸款 所以呢以上就是幾點 很重要的我們會先跟客戶過濾 幫他們大概稍微了解一下他們貸款 可能會面臨什麼問題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跟一個專業的loan office聊天 然後因為每一間銀行的規定也不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多聊幾間 才知道說如果你要取得這一間的優惠貸款的話 你需要先提早做什麼樣的準備呢 最後一定很推薦大家一定要先拿preapproval letter 很多人不想拿 因為算我還沒準備好我不要拿 可是如果你不去做 你沒有先拿虧的一次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經在三年前 忘記了25塊的信用卡表 OK很多這種事情 所以呢一定要小心最好一定至少要先拿一張preapproval letter 你在你真正買到房子的時候 你都還有可能可以換一個專員 所以呢不要想說你現在拿一個preapproval letter 你就是訂下來 你都還有機會在這段找房子的期間還是可以換的 希望今天的地產小知識對你有幫助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的地產小知識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